作者 默默 演播人 居武八雅居 第1823集 祭坛 若有如刚才那个舞者一样的人 被传送到此地来 极有可能就会遭遇不幸 毕竟并非每个虚王镜都能如阳开这样 无视那传送的不是 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头昏脑胀一阵 一念至此 杨开当即轻身一纵想要速速离开 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他才纵起不到三丈高的程度 那虚空之中竟忽然传了一股庞大的压力 宛若一座大山从空压下一样 直接将他又压回了原地 他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净空大阵 杨开脸色一黑立刻反应过来 之前康斯然在跟他介绍 五色宝塔内部的情况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 在五色宝塔内有许许多多天然 或者非天然的进制和陷阱 这些进制陷阱的作用千奇百怪 而进空便是其中最寻常的一种 在这种进空的位置 武者们根本无法飞起太高 一旦超出一定的高度 这些进制便会发生作用将武者压制回去 杨开刚刚所遭遇的便是进空大阵的反弹 只是一时半会儿他也不知道这里的进空大阵 到底是人为布置出来的 还是自然生成的 他也没时间去细想 因为在他掉落下来的一瞬间 便有无数潜伏的鳄鱼凶手 从四面八方飞跃而起 朝他扑咬过来 那一张张血盆大口 看起来让人不寒而栗 毛骨悚然 杨开力量一转 双拳齐出 煞石间碰碰之声 不绝于耳 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他便击飞了几十条袭来的鳄鱼 可这些东西的生命力竟然极其顽强 即便被杨开正面击中 也没有一击毙命 反而全都打个转 钻进了泥浆之中 消失不见 而更多的鳄鱼 前赴后继地扑来 很快 杨开身上便挂满了鳄鱼 手上 胳膊上 大腿上 全都是被咬得生疼 鳄鱼这种东西 天生咬合力惊人 即便是普通的野兽 也不能等闲适之 更何况 这些全都是实力达到了 九阶巅峰的妖手 一般的虚王警 即便运功抵挡 也抵挡不住一只鳄鱼 优兽的咬合 索性 杨开肉身强悍 不灭五星剑体运转起来 灵力的五星剑气 倒让那些鳄鱼受伤不小 许多鳄鱼口中心血乱剑 不得已松开了杨开 但杨开还是被那些鳄鱼 托着沉入泥浆之中 水下一片冰凉黑暗 最主要的是 这并非清水 而是浑浊不堪的泥浆 杨开即便睁眼 也看不到多少东西 他胡乱出拳一阵 发现不但没能缓解自己的情况 反而越陷越深 围攻过来的鳄鱼 也越来越多了 不由的一阵头挡 你说 月刃 狮子连弹 一道道漆黑如墨的月刃 袭飞出去 伴随着一阵 吃吃吃吃的声响 扬开压力大减 泥沼之中 泛起英雄的心血 和死去的鳄鱼尸体 全都残缺不全 我也可以 杨开再次睁开眼时 左眼出一片金黄之色 视野总算恢复不少 神念感知之下 自己的一番屠戮 非但没有击退这些鳄鱼 反而因为散发的血腥气 和闹出来的动静 吸引来更多的鳄鱼妖兽 不知死活 杨开大怒 向他如今的实力 就算面对一般的道远镜 也不至于如此手忙脚乱 却因为一时不察 被一群妖兽弄到如此境地 这让他有些恼羞成怒了 一挥手 杨开直接放出了还在小玄剑里修复肉身的妖虫母体 以神念下达了命令 妖虫母体如今算是杨开的血术 更由自己懵懂灵智 对他的命令自然是严格遵从 紫青双剑一动 伴随着双色光芒的闪烁 掀起滔滔剑了 咳嗨 冰寒的意境弥漫 不但让杨开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那些围攻过来的鳄鱼妖兽 更是行动变得缓慢起来 光滑闪过 剑光激大 一只只鳄鱼妖兽被斩为两截 瞬间死亡 甚至连烧眼出的鳄鱼也没能幸免 有紫青双剑在手 妖虫母体仿佛实力大增 即便不动用血弱青天秘术 单凭最简单的剑招也大放叶彩 杨开冷哼一声 正准备趁其脱困的时候 眼角的余光却忽然瞄到了一处异常的地方 在那泥沼的深处 有一片位置散发着轻蒙蒙的光芒 神念探知过去 竟察觉到了一丝不弱的能量波动 杨开不仅眼前一亮 催动力量护住身体往下潜入 妖虫母体如中心耿耿的护卫 紧随在杨开身侧 但凡有来打扰者 见光一出便将敌人分为两劫 不多时 杨开就深入到了下风 来到了散发轻蒙蒙光芒所在之地 借助灭视魔眼的威能 他总算看清了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竟是一片巴掌大小 如灵芝模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 杨开一脸茫然 虽然他对故乡心域中的药材了解颇深 但来到星界之后 却依然觉得自己学识不够 尤其是在灵草庙药上的认知 很多东西他根本连听都没听过 眼前这个如灵芝一样的东西 他就没见过 也没听闻过 正在观察的时候 那清蒙蒙的光芒一转 竟变成了绿色 又过了一会儿 变成了红色 在自己有限的认知之中 思索了片刻 杨开确定 自己确实不认得此物 不过从他散发出来的能量气息来看 绝对是一种道远级的药材没错 先踩了再说 反正小玄界里那一片药源还在 移植过去 总有一天能够弄明白它的种类和作用 想到这里 杨开当即动手起来 片刻之后 他就将这灵芝一样的药材 移植进了小玄界的药源里 做完这些 他并没有急着出去 而是继续四下寻找起来 还真让他又找到了几株一模一样的药材 足足半日之后 杨开才冲出泥沼 妖宠母体紧随其后 沿路锁过 数之不尽的鳄鱼妖兽浮尸水灭 几十上百里的连绵沼泽已被心血染红 似乎是妖中母体的凶残和男缠震慑住了那些鳄鱼妖兽 又或许是被杀得差不多了 杨开总算没再遭遇多少袭击 顺利地浮出了水面 这一次他没再冒失 而是飞起距离水面一丈高的程度 朝外行去 进空大阵有很多种 有完全禁止飞行的 也有限制飞行高度的 从第一次的遭遇来看 此地的进空大阵无疑是后一种 所以只要不超过一定的高度 就不会触发大阵 沼泽的占地面积似乎很广 杨开足足飞了半日的时间 才总算飞了出来 妖宠母体也早就被他收了回去 妖宠母体还在修复肉身之中 过早的投入战斗对他并没有好处 而且杨开也不希望 别人看到自己有这样一个助力 如今的妖宠母体 算得上是他手上最大的杀手锏了 自然是越隐蔽越好 五色宝塔内部的空间 也不知道有多广袤 封林城几万舞者进入磁地 杨开一路行来 竟是没遇到一个人 他举目似望 却没有找到自己的目标 不免有些失望 这里应该是五色宝塔的第一层 康斯然跟他说过 进了宝塔里尽量上第二层 自然第一层第二层 都是适合虚王镜舞者历练的地方 但对他这种虚王三层镜的舞者来说 自然是去第二层要更好一些 而进入的方法 便是寻找一道 接天连地的五色光柱 杨开一直在寻找那所谓的五色光柱 却并没有发现 这让他不免有些失望 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 寻找那五色光柱 正当他举目似望的时候 大帝忽然一阵汪名 旋即激烈颤抖起来 大帝深处 仿佛有雷鸣之声 滚滚而过 震耳欲聋 杨开脸色一变 连忙运转圣员 警惕地望向四周 唯恐有变 四周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但在那极远的位置上 却有一道真龙虚影 骤然浮现 那真龙长不知己许 通体火红之色 龙尾摇曳 笔直地冲上云墩 旋即又以极快的速度落下 也不知道落在哪个位置上 继而消失不见 杨开看得眼前一溜 他怎么也没想到 在这五色宝塔第一层内 竟然会出现真龙虚影 那绝对不是什么秘术 或者功法造成的 而是真正的真龙虚影 甚至与真龙秘宝也有关系 因为当那真龙虚影出现的时候 杨开分明感觉到胸口处一热 他的胸口处融合炼化了 一件真正的龙鳞 而那片龙鳞 此刻正与远处的某个东西 遥想呼应 杨开立刻意识到 这可能是一场极大的机遇 怪不得传闻说 五色宝塔内机遇遍地 运气好的舞者 就可以得到很多好处 运气不好的话 即便实力再高 进入的次数再多 也是无用 一念至此 他不再犹豫 立刻以极快的速度 朝那异象传来之地 奔袭而去 真龙虚影出现的位置 距离他所在之地很远 即便杨开十里全开 也足足花了三个时辰才抵达 举目望去 杨开不经意待 因为此地已经聚集了不少舞者 粗略艺术也有数百之多 而且跟他一样 看到异象赶来的舞者 云云不断 这是一片山谷模样的地形 而在这山谷的正中心位置处 赫然出现了一个祭坛模样的建筑 那祭坛仿佛是刚刚破土而出 一股古老苍凉的气息弥漫开来 四周的大地也有泥土分心的迹象 古老苍凉的祭坛之上 摆放了足足十几件未知之物 那些未知之物全都被一层乌蒙蒙的光木笼罩 就好像上面扣了一只碗一样 而透过那乌蒙蒙的光木 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晰 可依然能够瞧出一些雏形 那光木内笼罩之物赫然种类繁多 包罗万象 有锤子 剑形匕首模样的秘宝 也有颜色泛黄的功法秘点 还有一些一看就上了年头的玉瓶 每一样瞧起来都极为不俗 尤其是那些秘宝 竟散发着极其强大的能量波动 最低的也是道元级的秘宝 这让杨开看得一脸火热 不但是他 其他赶到这里的舞者 同样满是贪婪和寂觅的 朝那祭坛之上望去 每一个都贪念大气 这些东西难道就是那几大势里头放在此地之物 或许道元国就在此地 旁边忽然传来一个舞者的声音 并非如此 有人开口接道 我来得比较早 听说这祭坛是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 并非原有之物 似乎是有哪位朋友触动了此地的尽致 才让祭坛成信 而那上面之物无不散发古老的气息 绝非是那极大势里头放 怎么说起来 这祭坛上的东西 岂不是早就在此地了 是上古之时遗留下来的宝物 或许是这样 那还等什么 赶紧抢啊 上古时期遗留下来的宝物 竟然还保存得如此完好 其价值值得简直难以估算 比那几大势里头放进来的宝物 要贵重无数倍 消息一传开 众多舞者顿时热血沸腾了 许多还想观察一阵的舞者 再也按捺不住 纷纷鼓起勇气朝前方冲去 他们这一动 立刻就牵动了其他人的神经 越来越多的舞者 开始行动起来 就连杨开也开始迈动脚步 不过他并没有冲在第一排 而是落后在中间位置上 这样一来 他已有充足的时间 去观察前方舞者的动静 免得不小心落入了什么陷阱之中 就在这时 一声中气十足的朗鹤忽然传来 掀起一个身穿白衣 风度翩翩的青年忽然飞纵上高空 这青年生得纯红齿白 一表人才 双目有神气度不凡 一看便知出身不俗 那青年又喊了一声 许多舞者眉头一皱 不耐地抬头望去 毕竟宝屋就在眼前 这个时候却有人忽然阻止他们前进 实在让人不爽 祖人财路无异于杀人父母啊 此等仇怨不共戴天 不过当众人看清此人的面容之后 不少人倒是很听话的顿在了原地 另外一些人也露出了恍人之色 原来是江楚何公子 人群中有认出青年的舞者一抱拳 开口道 不知江公子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是想依仗江家威士 要独霸这祭坛上的宝物 若是如此的话 还请江公子不要多说了 正是宝物有原则居知 江家在风林城中虽然也算不俗 但此地可是五色宝塔 江公子若是想独霸的话 还请掂量一下呀 有人立刻附和道 听他们这么一说 杨开也立刻明白了 这青年的身份了 风林城江家的人 听众朋友们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武侠玄幻小说 《五恋巅峰》 作者默默 演播人 聚武巴雅居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无心生出牵挂 共谁演绎着掌金隔天马 谁祝福真又算得到吗 感谢观看